三连到位 黑板干碎 赢得每个三连 都是UP主生发的动力 D闪还是F闪 这是一个问题 就像甜弦粽子豆腐脑一样 尽管双方互申请到对方是弟弟或者肺肺 这DF闪辩论会 就算打了个18000次 也没个结果 甚至包括Faker和Deft 则在采访中互相表示 不想和D或者F闪的人说话 作为主攻Size方向的UP 又到了咱们发挥专业技能的时刻了 做苦力罢了 没想到 从统计的结果上来看 DF闪的位置不同 确实会对玩家产生一定的影响 且听咱们细细到来 为此我们统计了近一年以来 四大采取顶级联赛的所有职业选手 以及历届MSI MSC和世界赛夺冠权的DF闪情况 建议来点三连UP主开戏一下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1.数据总览 其实早在2016年 官方就统计过一份玩家的闪现报告 当时的报告显示 D闪的玩家只在45% F闪的人数更多 占比达到了51% 当然这个统计 是对所有玩家进行过的所有游戏的统计 甚至还包含4%的不带闪现的情况 大概率是一些新手 黑铁或者玩妖妖公主之类的 可以不带闪现的英雄 不是说会不会有空格闪 或者像司马老子一样的起防键位 甚至A1高闪呢 不过我们这份来自四大采取的选手整体数据 和官方几年纪的玩家数据 截然相反 310名选手中 有173名选手 只能把闪现放在D间 占比55.8% 只有137名选手 把闪现放在F间 占比44.2% 说明在选手中 大部分人都是更偏好D闪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还得说赛区差异化 2.赛区偏好 LPL LEC LCS 这三个赛区的选手 都更偏好D闪 其中LPL和LCS的D闪率 分别为60.7%和65% 最夸张的是LEC赛区 52名选手中 只有15个是F闪 D闪率高到71.1% 同时 在整体的统计中 LPL的选手是最多的 一共有135名选手 几乎是其他赛区选手的两倍之多 一方面 是17次战队的体量级 确实要比其他赛区大人不少 另一方面 也确实是LPL 比较喜欢整排列组合 从而导致整体数据中 D闪的数据偏高 与众不同的是LCK赛区 韩国人极度偏好F闪 在LCK的63名选手中 只有15人是D闪 占比23.8% 剩下的48名选手都是F闪 占比多达76.2% 比如S12决赛舞台上的10名选手 只有DAV的一人是D闪 包括连LPL就职的韩员也是一样 LPL三名S赛冠军中单 也全都是F闪 这个奇怪的赛区偏好 就导致出现了一些 全员D闪或者F闪的战队 比如MAD和Team Liquid 都是全员D闪 LSB和T1 则全员欣赴F闪的队伍 至于咱LPL嘛 暂时还没有这样的队伍 比较接近的 京东5人中除了Missing以外 全员D闪 UP8人中 就张帅是F闪 我就说 假如一个F闪的选手 被弃个D闪的队友包围 会不会有一种危机四伏的感觉呢 Faker之前在直播中 和所有进行solo的时候 看到对手是D闪的时候 当即表示 白鹰玩家才把闪现放在D上 在之后的采访中 Faker也多次表示 F闪的人会玩得更好 韩国之所以是惦记强国 是因为F闪 包括很多主播 也都表示F闪的人会更强一点 那为什么会有人选择把闪现 固定在D上或在F上呢 有人表示 新手时期 新手默认的闪现位置 就一直沿用了 不过我们都知道 新号是急跑D 治疗F 闪现12级之后才能获得 最终还是万家所动选择的位置 有人表示 也许和入科的年六 小时候手指太短 按不到F就把重要的技能放到D 对不起 下面这个回复我真的没绷做 还有人表示 点火的英文是F开头 所以习惯放F 不过兄弟 虽然我是公地英语 但我也知道闪现也是F开头的 经过我们的调查 DF闪的选择上 确实有一点点说法 一般来说 有两种比较主流的按键模式 第一种是除大拇指以外 四只手指 分别对应QWER四个键位 还有一种是无名指方Q上 有食指尖锐一R 无论哪种 QWE这边都是会放手指的主要区域 D键的优势就在于 相较于F键 离主键位区更近 使用起来更迅速 不过缺点在于 D键的右边还有F键 在显向还生之下 相较于F键更为误触 比如一些当面TP之类的操作 当然也有习惯 是D离得更近 方自己使用更平凡的一个技能 F键离得更远 方C离得更长 或者不那么吃顺时效应的那个技能 我们这里也顺便按位置 统计了学生们的DF闪位置 也可以印证一些说法 双C都很吃闪现来保命 特别是有的中单 还需要闪现开团 所以闪现放D的更多 而打野则需要频繁使用惩戒 所以惩戒放D 闪现放F的更多 不容易按错 相对硬的 F键的优势在于更加精准 首先是在键盘的设计上 为了方便人们进行盲打 所以在F和J和5这三个键上 会给小凸起 方便人们不看键盘也能精准找到 F的凸起 也能方便玩家在关键时刻 忙着闪现键 而且F键右下侧没有重要的按键 危机时刻可以放心按 同时由于键盘的结构 R到F的按键顺序 会比R到D更顺滑 就导致在释放R闪之类的操作 F闪可能会更舒服 当然也会有英雄 比较吃QWE闪嘛 ED连招也同样顺滑 不过大部分时候 R技能还是要比E技能 更容易改变战局 F闪在这方面 或许会有一定的优势 甚至包括Faker在采访时表示 D键可以打字把闪现干掉 会不会也是一种可能 比如有人摁个D等我 给闪现给M没了 这里我知情的一位 经常打韩服的朋友说 韩国人交流 会经常用到DK这两个键连打 意思就是失误了 R好可惜之类的 是比较常用的语句 有一定的道理 不过要说欧美那边 这么偏爱D闪 会不会是怕打字的时候 误出到什么F开德单词呢 那么真的如Fake所说 高手都是F闪 以及这种差距 人的胜率 会得荣誉伤体现出来吗 我们还是来看 之前官方的立项调查 显示在玩家中 D闪和F闪的胜率 几乎没有区别 哎 D闪的胜率 还是要比F闪高下0.1%的 不过介于低段位的玩家 在玩家总数的占比过高 为了看看高手们 都有什么闪 我们还统计了 的闪现位置 这里为了确保含金量 我们舍弃掉了 S1世界赛 和部分几乎没有 上空场的选手 值得一提的是 有两个战队 都是全员同样的闪现位置 一个是S6的SKT 全员F闪 一个是S2的TPA 全员D闪 先说结果 60名S赛冠军选手中 24名选手D闪 占比40% 36名选手F闪 占比60% 结论是世界冠军中 F闪的选手更多 当然 这里面有三冠王 Faker BENG 穿过完BUNK WARF DUKE BARIA 他们都是F闪 占了榜单很大的比重 不话说回来的话 强者确实应该有 更多的话语权 那么MSI和MSA呢 这种LCK占比 不算特别多的赛事 DF闪的结果 会和S3相反吗 大家可以猜一下 线上结论 后者F闪选手的占比 甚至比S3更夸张 41名选手中 D闪的只有15名 占比仅36.6% F闪的选手有26名 占比高到63.4% 虽然LPL目前的大趋势 是偏好D闪的 但作为拿到这项赛 是最多次冠军的一方 冠军成员 也都是一些F闪的选手 比如Uzi 场长 Kasa Ming V等选手 包括190的G2 也是全队除了RP以外 都是F闪 懂了 这就把闪现改成F闪 LCK偏好F闪的趋势 也影响了部分LCK选手 毕竟偶像是F闪 自己就跟着用了F闪呗 比如Kerra 就在财粉中表示 自己的F闪 是受到了Fake的影响 这里我还有个不同角度的说法 大家推了就好 说DF闪 和抓住技能的风格有关系 从新手的D急跑 F治疗 就跟很多玩家 重向了D偏向进攻 F偏向防守的概念 所以偏向进攻的选手 或者赛区 更倾向于把闪现放到D 比如R'Sai Jek Lau Bin 马拉香 Oden选手 都是D闪 LCK的比较保守 更倾向于通过运营取胜 潜移默化下 更愿意把闪现 放在几乎不按错的F键上 从前面的内容来看 F闪似乎占尽优势 但大家可别忘了 咱们LPL唯一一个大满贯选手 Mako就是D闪 稳作LPL历史助攻防守的他 会向第8000个助攻发起冲击 如果有兄弟想近距离接触EDG的 可以看看笔心和EDG举办的水友赛 EDG的6名选手都会来参加哦 报名方式也很简单 只要点击节目下方的链接 选择Mako或者杰杰的一方 加入就让报名成功了 三场比赛一共有12个水友名额 入选的概率还是非常大的 最重要的是 这次的奖品依旧丰厚 不仅可以和喜欢的选手同胎竞技 获胜的水友 还一定会获得春季赛的现场门票 以及电竞外设等奖励 兄弟们GKD 这期节目呢 给大家科普了一下 其实选手都爱用哪个键位作为闪现 大家平时玩游戏 用哪个机会就行 没必要为了一些玄学 改变自己的日常习惯 更没有必要起争执了 最后 如果觉得我们的趣味科普做得还行 KKD三连鼓励一下 想想干啥 评论区告诉我们